那贾纳电影节的第二天呢 法国当地依旧是星光璀璨 那一众华人女星张子怡 范冰冰张雨琪的亮相呢 也是敬显华人女星的风采 不过这一次呢 范冰冰可不是光来打酱油的 因为她和成龙的新片绝地逃亡 是即将开机了 而她的首次的影片见面会呢 也是非常浪漫的被安排在了一艘游艇上 两个人在现场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我和大家一样也很想知道 而且是特别急着想知道 不过呢还得优着点 因为还有消息要说 素来有国际张之称的这个张子怡啊 此番是再占加纳 但据说是灾了 为什么呢 张子怡现在都已经短发亮相了 怎么就会被吐槽了呢 值得去看一下 干纳的一场雨 从电影节的第一天下到第二天 现在啊才稍稍的有点放晴了 大家都说啊 今年的电影节是这些年以来 最冷的一次开场了 不过多边的天气 并没有影响明星们的行程 今天会有哪些华语电影人亮相 以及还有哪些其他的电影节资讯 一起去看一下 双腿跨过横蓝随机做悬空状 成龙此次的亮相方式十分特别 随机身着中山装的他 更是通过手上的两个熊猫玩偶 向在场的影迷们送上了他的夹那一尾 一阵把玩过后 成龙开始在游艇上四处张望起来 那么让大哥巧手期盼的人究竟是谁呢 谜底即将揭晓 眼前这位营装素果的女明星 正是贾纳的常客范冰冰 而既然大哥成龙开了口 范冰冰便大方的送上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这一开场就拿出了范爷的气势 随机范冰冰更是把成龙的手 放在了自己的腰上 大气本色让在场的成龙都险些招架不住了 虽说传言有道的范冰冰 速来是贾纳红毯上的一大亮点 2000年在贾纳红毯上 以龙包装一鸣惊人他 此后更是凭借鲜鹤群及瓷袜袜装扮 全然打开了他在贾纳红毯上的新光度 而今年的5月15号 在66届贾纳电影节的开幕红毯上 范冰冰的一袭闪钻粉红色礼服 更是再度将东方美的特质表露无遗 随后被网友们冠名的这身月光礼服 以及之后亮相的鹅黄色礼服 虽说少了范爷的霸气份 却依旧以优雅取胜 但历年来范冰冰每每是在 无作品的情况下亮相贾纳红毯 还是让他惹来了蹭红毯的嫌疑 不过今年的贾纳电影节 范冰冰和成龙可是要给大家一场好戏看了 因为眼前的这场游艇见面会 正是两人为合作的新片 绝地逃亡的开机发布会 谈起和成龙的合作 范冰冰一阵尖叫 值得一提的是 《绝地逃亡》是成龙与范冰冰 继新作事件之后的再度联媒之作 而先前饰演情侣的两人 此番再度合作 出演的却是叔侄俩 不免让人对剧情十分期待 两人究竟会上演怎样的情情大营救 或许还悬而未决 但首个新片发布会 便放在了贾纳的游艇上 成龙和范冰冰 对于新片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 两人在现场的默契程度 更是无意为这部影片打了个大大的广告 成龙和范冰冰的双剑合并 固然十分抢眼 但明星夫妻党的亮相也毫不示弱 继5月16号 刘嘉玲梁朝伟夫妇抵达尼斯机场后 这队还未踏上红毯的明星夫妇 一抵达贾纳当地酒店门口 便遭到了当地粉丝和媒体的拦腰堵截 而国际章尽管孤身一人 但也是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线 此次夹大红毯上的首度亮相 张子怡的亮丽短发 配以清爽的裤装 固然另辟蹊径 不逊色任何一位裙装亮相的女明星 但经过一天的发酵之后 网友们的无情吐槽也接踵而至 子怡你是怎么了 怎么和萨贝宁越来越有夫妻像了 玩笑归玩笑 张子怡果真为红毯上的惊鸿一撇 剪去了多年的长发 随着张子怡此后的红毯亮相 谜底也随之揭晓 随即的一身小清新绿色镂空裙 搭配亮黄色高跟鞋装扮 虽然在紫衣长发挽起的 婉约气质下 硬撑得十分得体 但把镜头往下一摇 大一码的鞋子 还是被网友们抓住了把柄 过天王陈说 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 但是我看上去 你的鞋子貌似大咯 相比这些夹那常客 歌手李宇春前往夹那的消息 也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只见在首都机场 春春尽管黑衣黑裤亮相 但个性背包和粉色鞋子 已将潮份尽显 而青装上阵的李宇春 对于首次贾那之行 也表现得十分淡定 我觉得还好吧 就是这次主要是去 就是也是完成我的工作了 看那个行程单上面的安排 也比较的满 所以应该应该 就是会工作比较辛苦吧 虽然中性打扮 是李宇春素来的穿衣风格 但在娱乐圈打拼的 这八年时间里 李宇春身着裙装亮相 红毯也早有些力 那么在拼裙装的 夹那红毯上 李宇春的战袍 想必大家也十分好奇 其实我自己反而 没有准备这样的裙装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 好像都是裙装 那我觉得我应该要穿出 自己的风格来 娱乐新天地贾那 雨后放晴报道